日本关东军谋杀张作霖之地沈阳黄孤屯火车站附近将建一座黄孤屯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将全面展示黄孤屯事件的全过程 黄孤屯火车站周边历史风貌也将被还原 使其成为在线辽宁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 博物馆正向全社会征集文物 年底向公众开放 筹建中的黄孤屯历史博物馆 由黄孤屯附近一座距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的英式建筑 奉天黄孤屯医院就职改造而成 记者隔着高高的围挡 看到奉天黄孤屯医院青色的屋顶 非常有英式建筑的特点 院落由于刚刚洞迁完 显得十分杂乱 据了解 2013年沈阳市黄孤区对黄孤屯地区的伪建房屋进行拆迁 却意外地发现了这座青砖铁瓦的英式建筑 经查证 该建筑由一名英国传教士在1913年建成 后被日军占领作为奉天复营医院 据沈阳市黄孤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奉天黄孤屯医院就职的建筑面积约740平方米 建筑分为地上一层和地下一层 初步规划未来博物馆用地2000平方米 建成后的博物馆将以还原黄孤屯事件的原委及历史场景为主 并展示民国时期黄孤屯地区的原貌 筹建中的黄孤屯历史博物馆向西200米是黄孤屯火车站 这里曾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黄孤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 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凤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孔桥时 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 张作霖被炸成重伤 送回沈阳后于当日逝世 好